- 回來tasty ETF的時間 大市方面都其實還可以 我反而喜歡 升近50點 28,326點 恆生科技指數升近1點 8728點的位置 这个时间我们上周没有见到Andy Andy 早晨 Hello 大家好 又来回我们ETF的环节 今天每个月我们其实月头就会有Q&A 给大家问问题 今天收到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问一下美股东西 或者ETF的问题 我见很多人问Andy的Moon 今天是不是好像抽了问题 和大家去探讨一下 是的 其实我现在就放了一条问题出来 因为我发觉那条问题挺值得深究的 因为其实也一年 很多人真的越来越多有留意这个节目 例如我先回答第一条和第三条 我最后才回答第二条 大家可以趁这段时间 抛一些问题上他的Live chat 第一条问题 其实他问到那条问题挺好 我之前就在说 如果是中国新经济的ETF 过去这一年我们怎么由2812 转去KWAP 或者我自己有存KWAP 那后来为什么会觉得3167可以考虑 那接着这位家庭观众就问 其实为什么不考虑AIA 因为我当天去选3167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想少些ATM的比重 再加上最重要是其中一件事我很好看好 AIA 就是他说那只ETF的盒子是AIA 但是我现在说股份1299AIA 就是有邦 是的 那他就提到 其实既然这个AIA的ETF 里面呢 其实都已经包含了有邦 又吃了整个北亚的概念 就是台积电 或者你说韩国那边 像Samsung、LGCAM那些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一款呢 那其实他选择这一款也是真的好东西 那他这一款AIA 是说北亚50大的公司 最主要集中在香港和韩国的公司 那有时我们去做个教学的分享的时候 特别在我做教学分享的时候 我很着重一样东西 我经常都分享一样东西给大家 就是说当你做比较的时候 要Apple to Apple 那我当时做过分享的时候 是说中国的东西 是的 那如果扔了去北亚 虽然北亚的东西里面 都有不少中国的东西 但是 这样你可以当是一个 红苹果和绿苹果的比较 那都不是真的 一个完全对的一个比较 但是如果你纯粹说 纯粹说 纯粹说看这个效果 看这个磁瘡 事实上 就是AIA都是吸引 那就顺便当着 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其实有这个东西在市面上 是的 还有去年的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未必去看到 那么多地区性的ETF 所以去年就比较说得多 是主题性的ETF 那这个是第一条问题 做个分享 另外第三条问题 先回答了 第三条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帮我女儿做KWAP 就不是做EMQQ 坦白说的 EMQQ是近年多两年 真的突然爆得很厉害 就是我看完这条问题 我也有讨论一下 那我也要想一想起 到底我当日 为什么我会是 已经是开始宁愿 做KWAP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其实我帮我女儿 是只存在两边的主族 中和美 那美国的大家就知道 我就是存在ARKK Tesla 中国那边就是存在KWAP 和蔚来 她女儿只有几岁 最重要的是 我那一刻的想法就是 既然通常中国的很多东西 和新兴市场的相关很大 那我就宁愿 我简单一点 我这样去买了下去 我不想再拼其他的风险 就是我那时候 因为我帮他要做很多年 那我就选一些 比较简单一点 自己想得通的东西 那一刻 但是如果纯粹做投资的话 真是的 EMQQ真是吸引一点 例如他可以吃了 大家有听过的SE 有听过MELI 就是大家现在很多时候 或者非洲那些 那其实大家都是拿着 新兴市场 那个区域 一些比较大的电商 来做了一个标的文 那所以EMQQ 是有它的 挺漂亮的可取性的 嗯 好啊 哇 我看到这条问题 是很用心的 但是我心想 哇 我要回答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要寫多久 哈哈 是 我宁愿口说 是啊 我会留在TASTE ETF 回答他的 是啊 才回答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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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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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股份 那些股份 就被人压得很厲害 那些股份 那些股份 要大家留意 特别刚才心恩有提到 例如我不是说Moon的流动性不好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这类型的ETF 都有些选股模式 通常选股模式里面的持仓不算太高 虽然Moon都可以 但如果只有30只那些 就要小心这些流动性问题 所以其实我就不会说 究竟有没有一个实质AUM 大到多少会开始转变 而是应该要去留意 究竟原本的基金经理 或者ETF的策略 由定位的时候 由他设立的时候 已经有没有想定 如果我的资产规模 大了四倍 或者以上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通常我们自己的经验 或者我们有时去 DD其他FM的时候 通常他们原意 如果他们没有一早想定这个问题 大了四倍之后 他们的风格有机会转变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经验的分享 这件事比较少听 大家可以做一个清晰的参考 因为我也很少听 Andy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也让Andy先喝口水 先休息一下 因为我看到很多电动车的问题 EV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周都说 让Andy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 好 好了 回来 节目时间 说EV Andy再选择一下 你们先问了什么问题 Andy想回答什么 我一回答了几条问题 然后我就下EV的位置 好 刚才有人问 SQ会不会入算S&P500 我相信2021年 即今年开始 SQ其中一个被人炒作的憧憬 会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起码应该不会是头半年发生 甚至其实 我自己觉得 2022年可能会比较合理一些 预估的时间 但是有炒作就可以了 甚至如果在香港 虽然不关事 突然想起 其实101也是多人会去想的 其中一只 还有人问太阳能那些 例如368 大家有看过的就知道 我是觉得他有机会是 有点模仿着以前一个领展的模式 就是整个行业 或者自己是受惠增长 那因为他的机制是要派式派得多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中长线的看法 就是过去曾经领展最辉煌的时间 你都不是看他三个月或者三个三季的 你讲着以年去看的 那这件事 大家如果自己用时间续去衡量自己的住宛风险 那刚刚有人问到10 TAN 我想举一个例子 其实 因为那个朋友问 那只套币是否比泡沫更大 其实这条也是好问题 我留在EV 回答究竟我怎么看轻能源和电池 那我先回答10 大家知道太阳能板块是TAN 甚至很多不同的新能源的ETF 我们曾经介绍过QCLN 那些 那其实那些大部分都是说的 marketcap 但是大家记得 其实我们自己最喜欢PBW 那时候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喜欢PBW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 很坦白说一件事 我们自己做过很多不同的 bad testing research 其实 equal weighting 是一个正东西 那PBW 就是equal weighting 那 那当然 你一时三刻 你有机会是 跑输了给那些marketcap 但是大家 拉回长线 去到今年年头 其实PBW 是跑赢其他人的 那这一个呢 其实我想带个重点出来 就是说 因为我最近有时 看到一些potential clients 他们会去想一样东西 就是说 究竟 他们会觉得 你marketcap重 代表你有信心 看好那只股票 是的 没错的 但是 自己有信心 看好那只股票 和那只股票 长远来说 是不是会令到 你整个 methodology 是有好处呢 这个 如果我们用 bad testing 的research 去看呢 就不是的 反而长远来说 是一些equal weighting 的方法 是会做得好一点 是的 那这个就 跟大家分享 那 Open那里 其实之前 也有说过 就在这里不说了 那另外 就 我估 我只是回答这个 那有些人问 究竟EV 有没有什么零件的ETF 那其实 正如我们之前的 说法 其实就 传统上的ETF 很难 很难 暂时 很少去到一个很 supply chain 例如我们选择 KARS 或者很多人 就比较懂 另外一个就是 IDRV 那些 那其实 IDRV 已经是没有 那么多 叫周边的东西 我们选择KARS 或者反过来 我们选择 就是想吃EV 或者叫做 smart mobility 的周边整个生态圈 其实里面 已经牵涉了很多 不同的一个范畴 有少少 supply chain 的概念 那如果你说 要小分度的 好像 心恩最近 又有选择一些股份 那我都有搜尋过 是没有的 是的 那这个就变了 有时候 会是一个落差 又或者 这么说 也证明了 其实大家 可以去考虑 会不会是用 一些ETF加 过股的模式 因为其实大家看回头 其实KARS 坐得舒服的 就是过去这几季 就是最近我都post了 原来KARS 都可以跑到一个 不错的表现 那这个就 作回一个回应 那好了 真的回来说 蔚来 嗯 是的 蔚来日那天 那我自己 就在公司做着 然后就一边看着 一边做的 然后就 嗯 所以啦 今天大家看到的图 未必是最美的图 但是我那天真的 看着LiveCAP 出来的图 那我想说几个重点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那天有说到ETF7 这辆车 那我稍后再说 反而我自己觉得 他整个铺牌 蔚来日那里 其实让你感受到一样 其实蔚来的品牌 其中一样值钱的东西 不是只是说 他的车 不是说他的技术 其实大家要想到 之后可能有个估值 就是他这个 membership制 是的 就是你当会不会成为 好像一个Asia Miles的制度 究竟会不会 带到一个新的估值出来呢 那因为其实你看到 他有花过一些蝙蝠 做一些微电影 就是说究竟 这些 members 究竟怎样 在他们的network里面 互相帮助 我记得他里面有一个是说 做个小民宿 那些 另外一个就是说 怎样去做一个 餐馆的老板 那个 其实这个 我觉得他是滲出来 告诉大家 你加入我们 这个membership制度的话 你有机会 可以有一个 另一个圈子出来 那再加上 再配合 就是他未来本应这个品牌的定位 我不断要重复 他的定位是 高级过Tesla 由一开始的定位 他要打的是 欧洲名厂的 brand 他真正的定位的 competitors 是欧洲名厂 所以其实他想 吸纳那班 就是一个 社会上面 一个比较高端的客户层 究竟高端的客户层 究竟 如果真的被他做到 这个会员制的影响力 的股值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个 可以慢慢看到 有几大浮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 比较少人说 所以我一说 反而想先说这个 好啊 是的 第二样东西 其实就一些 已经在落地的 或者已经在走的 就是BAS 其实对我来说 我是有点猜不到 我预计了他会有升级的 市场上面 都有一些人 是预计他有升级 但是没有想到 是说 里面的电池包 是说有几倍 这么大量的增幅 是的 那这个 我觉得是 令到他其中一个 很大的威力 特别他现在是说到 他现在来的车 是你去换电的时候 人不用下车 他去做这些事情 是 我觉得在这一个层面 他打这个策略 我觉得他赢得到的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 另一个估值 其他车厂 模仿不了的东西 是的 甚至如果 我经常有个幻想 就是他一天 其实内地很大机会 或者 像以前的电话 就是你无论你现在的充电线 或者一些电池 可能你将来会一个叫 一色化的 也就是说 可能其他车厂 你都可以用到 这些这样的 换电站 去一起去共享 就是这个制作模式去换电 那这个是继续看好 那去到他的续航力 就是其实 最多人说的 其实是说 他就是这个新的电池 就是Solid State 因为其实在理论上 或者在很多研究的层面 Solid State的Density 和所有的安全性 和有效度 是比起传统上的 很多现在正在用的方式 是做得好的 但是其实大家要想一件事就是 市场都有在质疑 究竟他去到2022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量产这件事 那这个我就不留言太多了 但是很多人会 拿了这个 这个蔚来日的这个位 就立刻去重新检视QS的 是的 那QS就大家知道 就是跟Volkswagen合作 就是说电池的研发 那些 这个可以大家看一下 那反而去到ET7 其实我想说的几个位置 他虽然有拿特斯拉来做比较 但是 大家应该要去用一个比较 市场的角度去想 为什么要用特斯拉去做比较 就等于有点 其实他只不过是想抢眼球 我自己觉得 因为ET7 是的 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 跟Model S 无论大小 长度 特别长度 比Model S 一些 但是 其实 他的定位本应不是打Model S 他就算要比较 真正正正要 似的比较可能是S S 或者真正正正 我觉得他是在打Audi那些 甚至可能是Lucid 那类 那类 比较高端的车厂 如果大家有看到 那天的未来日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播出的ET7的时候 有一幕在HIGHWAY版 剪线那一幕 其实有没有看到 旁边的车 是 旁边的车是Audi 是的 他是剪线过去的 故意做比较 整段影片是没有其他车厂 零零细细有的Audi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搞笑的 加上他过去这么久以来 都是找一些工程师 找一些欧洲车厂的工程师 去帮他继续 我觉得这个也是 更加定位到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最近有时 有些访问问到 我都不断要强调 告诉大家 不需要去想 未来和Tesla 是否是竞争者 大家跟着 时内的都知道 这个是整块饼做大 为什么这么快要想 竞争对手 是不需要的 是传统汽车大严 还有 刚才说的 ET7 吃字 吃个Tesla 我觉得是抢眼球 纯粹用来吃眼球 这些位置 用了Tesla 这个字 还有 其实我觉得 它最正的设计 很多人经常问 如果周边经常问 究竟来一些LIDAR 究竟行不行 我会这么说 虽然这样说 其实未必说 这个科技应用层面 究竟到最后 行不行 但是最少我见到一件事 现在很多车厂都会用 那你就当 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 供应用 你多预计便会用 最少我现在 这一阵是在吃的 需求 不是在说效用 我觉得可以这样 先分析这个层次 可能到真的可以 开始去想 选择自行的 那一刻才真的去想 可能到时市场才会去检视 究竟这个技术是行不行 现在我们只是用订单的角度去想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周边那些股份 可以不可以的 都是那几个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还有最后 可能大家就比较多去说 它的系统 它的晶片 其实我觉得正的 但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句 反而是它在这一句 里面 令到我觉得 要带给大家 要分清一样 因为最近很多不同的车厂 就全部 一有电动车的概念 就升上来 但是 CEO 也有提到一个位置 就是 当电动车的世界 你是要斗续行力之余 还是要斗 运算力的 那大家就要去想 究竟其他新能源 所谓有新能源概念的车厂 有没有这两个能力 这个我觉得 最后再带给 还有一点 还有就是 这一张 我其实比较喜欢 它想到的设计 就是把镜头全部放在上面 事实上 真的有效果很多 就是保护性会很强很多 这个我觉得 我这个是很加分的一个位置 那天看完 那 希望这几点都帮到大家 那 最后 就回答一些人 刚才问Plug 那些东西 那 那 大家知道我PBW 我们最近是减了仓的 吃了的 PBW 不是不看好整个 整个新能源发展 只不过是 我们有分哪些是 Beta小一点 安全一点的仓 有哪些是进取一点的仓 我们将进取一点的仓 是减了 是的 还有很多人通常问到Plug 就会问轻能源 和电池怎么看 我们有个很简单的答法 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 我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Elon Musk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他周边的东西 有机会将来很久之后 可以上到太空 如果我要真的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 我们暂时以我们的知识 我们看不到轻能源可以搬得上太空 那 即是说一个是地球的科技 一个是可以拿得上太空的科技 如果你说锂电池相关 或者电池相关 这类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还有我们要去想一件事 就是最近3D印刷很多这个概念 炒得很厉害 开始重新出来 之前我们也在说过 究竟3D印刷是否可以令到整个太空科技 令到太空可以有自己的产业链 即将来的东西 我们估计应该都是锂电池相关的东西 某一类型的能源股 我看到Andy好像很辛苦 一轮序 要将他上个星期想说那些 一轮序跟大家做更新 因为我都没有打算他摆了 那么多NEO的发布会 那些图 因为一路听一路看着那些图 就会想到一些东西 是挺好的 这个方法是挺好的 然后我就会再想整个图片 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讲到很详细 最后想问问Andy 还有没有补充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辛苦了 因为今天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如果有其他问题 大家留下 我将来会顺着 这样尽量回答 好啊 回答完就回答不了 因为实际上太多EV的问题 我们会每个礼拜 和大家更新的 不会每天的 因为实在太难了 不如我让Andy休息 多谢Andy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多谢收看Tasty Money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 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们的留言 给我们 和上Facebook和IG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 Tasty Money 我们下条片见